这个打印模刚打印出来的时候它比较短 这个时候呢从这里穿过来 把这个盖子给它压住 让它打印长一点 当它下面接触到感应器的时候呢 它可以延伸到前面 它是可以延伸到前面 这个时候我们把模打出来 最前面这里的两个地方给它手指弹一下 把那个粉弹掉 弹掉完了以后呢 把盖子打起来 这个从这里穿过去 从这里穿过来 让它烤久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用胶子给它粘上 我们现在设定的温度是100度 刚开始设定的时候设计100度就可以 因为现在模还没有到下面 所以呢它烤的时间会比较长 这个100度现在是让它保持一会儿 现在前面那个模让它粉烤久一点 等到它中间的模打印出来多了以后 接触到感应器了 接触到感应器了 前面的收纸器已经开始转的时候啊 自动开始收卷的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温度给它慢慢加高 10度10度加高 加到110 到达了110以后呢 加到120 到达120之后加到130 这样子 抖粉这里现在开玩 抖粉的话呢 呃 当它已经够尺寸的时候 打印到下面去的时候 你就给它把抖粉打开 抖粉的方向是从这样子拍的 这样子拍 往下拍 那么现在 鸡蛋糕 鸡蛋糕 现在感应器已经动了 动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温度调高 现在是一百度 把这个给它收起来 没扛 没扛 没没拿到这种管子 先等待会设计 没把所有感应器进去 没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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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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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因为膜还没碰到底下 所以它是得不动作 对 它膜走到底的时候 这里就开始转了 它在转 它是转的不平 这边不动 没有直筒 它就不转 这个要转个直筒 我们有配置 我们出货有配吗 有配的 有配的 没有直筒 它这边不转 因为它是它这边带动了 到达110 就给它加到加实度上去 加到120 转了一圈之后就可以了 现在还快一圈 也不一定带着动 因为你这个是纸 你这里带不动那边 你没装直筒 直筒要卡到那里 也因 这叫直筒 以后直筒是标配 嗯 它是因为温度还不够高吗 现在一点烟都没有 温度再高一点会 烟会多一点 这样 温度高 整门烤干得行吗 放了多少个 整门都打完了 好多了 ok 从这里剪单 它要重新入职哦 对啊 好吧 先剪吧 不打印的时候呢 就把它从后面这个地方剪掉 剪完了以后按这一个键 这一个 它就会推出来 然后用它慢慢的抖粉 撒粉 也不能走得太快 走得太快的话 这里好不干是吧 嗯 看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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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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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自己慢慢把图案拉出来 因为那里没有感应了 他这个不会再转了 好 最后一张 这个速度可以是打印时候速度的大概5到10倍 你说的是卷的时候 是你手最后一点 都烤完了 这样操作主要是不想浪费吗 不用太长时间 这样已经烤干了 对后面的都已经烤干了